毛孩骚抓下巴身体是十分常见的行为 但如果发现抓养抓不停 甚至有红肿脱毛的状况 就要当心可能是戒险虫毛囊虫在作祟 戒险虫的部分来讲的话 最严重的部分的脱毛是在耳朵 还有耳后 还有像手肘 还有脚踝的部分 毛囊虫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大多分你会看到的是 它主要是在下巴 还有它的嘴边 嘴皮周围 会有大范围的严重的脱毛 而且是属于对称性的 再来是它前脚的地方 脚趾脚缝 还有脚掌的地方 会有大范围啃咬的面积 虽然同样会引起骚痒 毛囊虫是在毛海免疫系统 低下时爆发感染 但戒险虫却可能透过皮肤接触 传染给四株 因为戒险虫感染的话 它是藉由接触传染的 所以如果说你家里的宠物 是一起睡觉的 是平常会有密切接触的 那我建议还是要按时 每个月做好预防 是比较安全的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口服的预防药 特别是有些是 有牛肉风味的预防药 它其实是很适合固定 每个月按时投药一次 预防剩余治疗 一时建议 透过每个月按时投药 让毛海远离 内外寄生虫的困扰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